OK 所以上一次我們聊到的是 風格 Style這個部分 那風格這個部分來講呢 我們第一個 是了解到說我們怎麼把它 拆解 拆解成不同的小小的 定位 小小的元素 那因為了解之後我們可以幻想說 怎麼樣去亂搭去組合二層 那今天呢要來討論是說 那Style 其實 跟Art 還有什麼樣的關聯性 我們在 用這個方法再學習多一點的語言 讓我們未來可以去做組合以及應用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就會來到 登登讀歷史 藝術歷史 那是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去很快速的了解 各種的風格 好 那我們現在講說 這個是比較大約的 它是這個 Art History 那它的Modern Art Movement Movement就是一個就是 派別 派系 那一個派系跟下一個派系呢 都會有種種的不同 我講個歷史 譬如說 三四百年前 之前畫油畫 可是油畫呢 它是拿一個很原始的石頭 或某種花或液體 磨成岩石然後去做成 所以它的厭度跟它的顏色的種類並有很多 然後直到科學家 我們去發展把它發展 更多的岩石礦石之後 然後才得到更多 越來越多的顏色 然後等到我們現在科學發達了 我們能夠去研發 新的顏色的製造方式 所以我們的顏色 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那這會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代表是說 三百年前的畫 的顏色跟色彩跟現代的 完全不一樣 也不可能一樣 這就是技術 時代的技術 帶來絕大的差異 就像是 當年 可能我們長輩 他們做生意是用fax 快遞 然後打那個東西 對 我們現在一直亂 半秒鐘就有了 所以這就是時代的差異性 所以風格這件事情 跟第一 時代的差異性 有絕大的關係 時間點 絕大的關係 那這個關係又前哲到 然後大家就想說 五年年代 然後大家每個人都有個莫名的想法 圖片冒出來 然後呢 六年年代 七年代 欸 第七年代 大家有disco dancing 八年年代 然後九年年代 又又又 然後 那種老舌等 如果以美國來講的話 然後呢 到 現在2000 然後到2000 2017 所以不同的年代 大家評論講 每隔十年 之前是那種 比如說百年 為一個時期 然後科學 跟大家聯繫的訊息 越來越密集 越來越快速 變成十年 那現在是可能每一年 就一個蹦個什麼新東西出來 因為有媒體的爆炸力 那之前因為比較緩慢 所以十年為一週 生命週期 所以現在是越來越快 好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就是說 如果這個來講的話 有些是百年 或五十年 或四十年 為一個一輪 好 第一個 Abstract Expressionism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他的 講法呢 為什麼沒有網路 好 沒關係 他的網路來講的話呢 就是 導致是說 網路 手機 通訊 讓我們可以 很快的傳 傳送 這些圖片 那你看啊 像Abstract Expressionism 你現在你在你的周遭的視覺 這個都基本已經不存在 你很少看到這個 對不對 所以意思是說 我現在把這個東西拿來去 用在衣服 用在一個大面積上 對你們來講 可能是一個很新的視覺 但不好意思 這個可能是195裡面 風型意識的 所以我要再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風格的新或舊 可能在於說 那個國家的當地那個人 不常看到那個文化 或那樣子的形象或圖像 所以當某一個人把它拿出來之後呢 自己 比如說從 歐美 拿到日本 或拿到亞洲 欸 突然它就變成新的東西 但只是它已經在那邊是一個老的東西 但對我們來講 它是因為新的 視覺的刺激 所以它產生了 有種某種的力道 能夠紅多久 是在於說 那邊的當地的文化 對這樣的刺激的接受度 它覺得 它能夠吸收多久 吃多久 你有多少的一些 呃 產品啊 或包裝啊 或故事推動力 讓它的生命週期維持多久 因為畢竟 當地的人 在 吸收國外文化的時候 他會覺得是 欸 是刺激的 因為沒看過 很有趣 可是就像是 你要我們每天吃漢堡 可能難啊 每天吃蘿蔔 還有可能 這就是一個文化 外在文化 要入侵當地文化的 一個很大的差異 好 那我們先來看啊 它的 Aesthetic Movement 來講的話呢 有畫的非常細膩的 Art Deco 你看它那個 曲線的線條 一個很漂亮的 流暢的線條 那 Arnuva 就很像是 木下的那種 畫法 它就是非常雕塑 很細膩 像宮廷公園的 嗯 的部分 好啦 Arte Provera 那它又是一種 破壞形態的一種 撞擊 Arts and Craft 呢 的Movement 比較是手工的 工藝的 然後Bowhouse呢 是德國 在全世界 算是第一家 設計學院的學校 它影響了全世界的設計 就是這個學校 尤其特別是室內設計 這件事情 它影響了整個世界非常大 好 那麼也有Body Art 人體的藝術 然後British 是英國的 pop art pop art來講 好像我們亞洲 就常常用喔 因為它有一種 顏色鮮豔度 然後有一種某種趣味性 也有某種的力量 這個是 我們亞洲是蠻喜歡的 一個東西 所以 很有趣啊 你會覺得是說 如果 我們 知道這麼多東西的話呢 color field painting 它就是一個做很簡化版 但是 你 因為它叮很久的時候 其實它就有點像是一個世界 很有趣 conceptual呢 它是有點概念式的 你有時候它概念到就是說 沒有人跟你解釋 你不一定知道它在幹嘛 因為它太抽象 它太過概念形式 constructionism呢 有點像是把一個東西 把它分解 然後重新組合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把它當作重新組合 比如說 它把一個椅子 裝上一個椅子 然後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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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拆成一個元素 然後 你把它做成另外一個形式 但是東西是一樣的 那看起來完全不一樣 tubism tubism 就是有點 呃 比如說 一個人體或一個形體 他把畫拆成一個一個這種方塊跟扭曲的一個世界 方塊的世界,那DADA有點像是什麼東西,就是扭曲 扭曲畫的,等等 那這個呢,這個是玩的是比例 顏色平衡 中心思想 那這個呢,他是德國的,有點像是 因為德國有很多的就是軍火啊,戰爭抗戰,所以他們的海豹的那個力量啊 會有這種大紅,那種很強烈,那種反抗軍的那種 希特勒的那種感覺 還有Earth Art 那這是一個網站,他在某些藝術上的定義跟名詞 那 旁邊這邊在講的International style,是一個國際,大家在普遍看的 Raffaele呢,是一個做在畫畫油畫的時候,是在 某一個時間點 譬如說像Michelangelo 他那個時間點 之前或之後,他們會給他一個命名,因為 在那個大事之前 畫法完全不一樣 中心思想完全不一樣,所以他們會取個命名,就從那一點 所以 所有藝術家在那個時間點,之後就完全思想不一樣 因為被某個點影響了 這就是一個movement 這件事情 好,那我們來看 另外一個 啊,很有趣喔 你看看有多少的 文光是看詞好了 超多的 這都是藝術 相關的 所以這是什麼意思呢 當你 花時間去研究每一個 裡面的細節跟定義,以及你有能力去掌握之後呢 你的創造語言 越來越多 所以學校在教的事情呢,其實是 正常是 你剛開始第一年,第二年你是尋找所謂叫做 能力嘛 就是你的基礎,繪畫能力,創造能力,設計能力等等 然後讓你玩完都 調整之後呢 然後一方面你再讀歷史 那歷史你會知道那個過程 演變的過程,那看看你能不能反省 就是說你要怎麼樣從哪一個地方你是喜歡的 跟你在練習的一個 能力去做個組合 再來就是 翻完 做創新 找尋自己 這件事情 那 通常在學校的時候呢,在後面的時候就是 通常教授會都希望他們的學生 把他們練習的這些東西再挖深一點 利用了解這一些 語言 再去挖深 那很大的方法就是說 喔,我喜歡這個 喔,我有喜歡那個 我喜歡那個 他就把元素 因為了解了,拉出來然後全部混搭 所以在國外你會看到是說,為什麼很多國外的 設計師或者藝術家他有能力創造 新的視覺系統 為什麼講系統 系統是因為你看到到他的脈絡 脈絡你追尋緣群,你可以追到某的脈絡 可是台灣好像 沒有辦法 好像 大雜燭 那好像有一點那個影子那個影子,我們稱為這樣,有某個的影子 但是沒有脈絡 差別是什麼 差別是一個是表層 一個是深度的了解 歷史 為什麼會有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樣的技術 發現什麼樣的中心思想的改變 導致有這樣子的一個時代 那個10年,黃金10年的產生 而會大家認識的這個字 那 可能在 某些 藝術家他可能看了表面的話,可能說 這個還蠻酷的,然後他就去學 這個東西 可是不好意思 這個是純的 如果當酒來講,很純的100%的酒 可是你看的話,可能是已經是人家詮釋過後的 酒,他可能得到的精髓只有60% 你再去反應他,不好意思,可能40% 所以你看他說,好像 我看到這個我認識 但是 好像 哪裡怪怪的 這就是差別 在於 了解你的脈絡 然後 當你了解細節,你就重新可以去混搭 remix 這件事情 好啦,我們現在看更多的 看 contemporary art 光是當代藝術 你看他有這麼多個 conceptional minimalism post-minimalism light and space environmental junk art cyber cyber有點像是 電腦 電 電音 的一種藝術 photoreal就是完全真實 就是畫人像就是 連那個毛孔都畫出來的那種 比照片還照片的那個 那種畫風 hyperrealism 又又又又又是更一樣 hyperrealism 是等於是你看個臉 然後到 放大到一個 毛孔 然後毛細孔 還會有那個 光線的變化 就已經細到再細到一個 太誇張的 在整理他的心 所以他有一個叫 hyperrealism 還有 post-art realism 所以呢 這個 我會之後會傳給大家 當然大家有時間再去看 再去探索這件事情 但是要講的一個 很簡單的概念是在於是說 我常常問 差別跟一個有讀過 藝術歷史 以及有真正 隨便找任何一個脈絡 但是往生 研究下去的人 跟完全沒有去讀過 差別是什麼 差別是在於說這個 知識的累積以外 你可以看到一個 藝術 演變的歷史 你可以讀到他 你可以看到他在這社會怎麼被對待 怎麼被看待 他的架式 然後他 在這一個 movement的底下 有哪一些偉人 應該是偉大的藝術家 譬如說 Andy Warhol pop art pop culture 就是發揚光大 那為什麼 他什麼事情做對了 等等等等 因為你知道那個歷史 你知道他怎麼成功了 他怎麼把這個脈絡 撐開來讓全世界都知道 那剛好我的藝術跟這個很符合 那我是不是可以 不是抄襲 但是借鏡 他的經驗值 來去做成功 那這個是 以策略面 或以了解 歷史的層面 跟了解藝術跟 那個世代跟那個社會 接受他的這個整種種的一些關係點 如果你沒去研究 不好意思 你一直在自己做自己的藝術 完蛋 就是 看看老天閃不閃口飯吃而已 你會比較難去判斷 那另外這兩個人 一個是有讀過藝術歷史 然後 能夠去運用 那樣子的知識跟沒有來講的話 差別是 他在策略性來講 他比較能夠掌握一些 核心的頂 好 那我們先來看 我現在講了幾個都是有 不同的網站 他在定位是說 R movement有什麼 那像這個是有時間點 很有趣 A B C D 所以為什麼有 有知道 Kia很偉大的其中幾個月